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政論 政論我們講政者正也 孔子講的 政治的正是什麼呢?正也 正正經經的正 正氣的正 政論我們當然是我很欣賞正氣的人 後面這兩位年輕人 你看他的樣子 非常之正氣 他被捕的 是不是? 如果他不是有正氣 如果他是汪洋大盜毒犯 怎樣也好 殺人犯 通常是頭呆呆的 但是頭呆呆 你看他抓那些人 很多照片都看到 那些好像很正義的 講說是國家安全 這麼偉大的職業 警方人員 高級的 全部都抓人的時候 竟然好像很害怕 你看這個樣子 是不是? 不是這麼巧合的 我看過了這些新聞照片 大家有公論 是不是? 我最欣賞當然是這兩位年輕人 這兩位 一個林朗賢 一個不是很肯定 不過一會兒 先抓四個 肯定有一個去機場 他們就抓了 很厲害了 這個小小的網店 幾個負責人就抓了 但是呢 問了一兩天之後 全部保釋 保釋不需要過庭了 但是這個分別在哪裡? 根本就可以是沒有 就是說沒有案子 沒有東西需要告 未知告什麼 這個就重要了 在法律上 我就看到一些東西了 當然了 大家都很關心他們 是不是? 前仲志的一些活躍人物 都二十五、六歲到二十八、九歲 十年前 這些十五、六歲的人出來爭取社會公義 就是 很稀稀的 我看到 還是年輕人 是不是? 依然是這麼正氣 你看樣子 反而我們那一代那些政客 全部縮縮骨骨 是不是? 著數的時候就出現 假裝了英雄一 有事就閃了 是不是? 上一代那些人是這樣的 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樣子 我以為他們縮了 或者轉了行 或者已經淡出了 當然很多人淡出了 但是竟然突然出現的新聞就是 這些我們曾經都叫做聽過的名字 突然又出現了 而且他們在做一些很正氣 堂堂正正的事 那麼 根據國安處公開講 很短的事情 就說他們可能就是涉嫌 是不是? 資助著 羅冠聰 主要就是這批 所以就要高調抓這些人了 那就製造一個阻壓的氣氛 是不是? 就是說 所有人 你都在海外有朋友親戚 是不是? 有事走去的 好 沒事或者被通緝 好 當然他們說的是 羅冠聰是被通緝啦 你就不要碰他啦 你都會有事啦 有什麼事呢?我想知道 清楚的 法律一定要清楚 你都讓我知道什麼事啦 是不是這麼說的? 當然啦 我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我更加 是 資不上邊啦 不是我出聲說他公道說都要抓 不會是吧? 各位媒體都是啦 為他們報道啦 尤其是拍多一些這麼正義的照片 正氣的照片 是不是? 相由深深 看到他 內心毫無恐懼 那麼這一缺的人 所謂是存在主義的都是 梁天琦說他是存在主義者 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那我個人呢 我有涉獵一下這些哲學的東西啦 是不是? 思潮的東西啦 連這一代很個人主義 還有他們不是每一代都好像上一代我們那些那樣 那麼計較 有著數才去參政啦 或者有著數才去做這些 這些 社會公義的事啦 是不是? 警察人工高啊 所以就去做警察啦 不是的啦 這些又沒有錢收 隨時出事 是不是? 代價甚大嘛 依然毫無悔意 是不是? 毫不後悔 做了就做了啦 這樣子 所以只是這一件事 我們都發覺 其實世代是出現這些新的世代呢 是近年的時候 十年八載左右啦 本土興起啦 新一代出來啦 那麼我們 沒辦法啦 現在雖然是沉了下去啦 被打壓了下去啦 但是 這些事情 歷史是會循環的 是不是? 現在 還未完的 很多事情啦 那麼我們 當然是要 抓這些年輕人 好運一些啦 但是我們都不是講運氣 我們都不是叫這個國安 高台貴手之旅 是不是? 不會那麼好心的 他們 絕對不會啦 你都給我定就行了啦 只會做多做盡 做得瘋狂 沒那麼瘋狂都很難的啦 只不過 為什麼他們要給他保釋呢? 各位 是不是寬鬆了呢? 是不是怕國際制裁呢? 這些都不是 尤其是這些案件 是不是? 就是拳頭在近 官府在遠 是不是? 國安在近 公義在遠 是不是? 拘捕了才說 但是他們是 現有的法例 以我所了解 他們都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只能夠說調查 就是你知道啦 沒清楚的法例呢 就連法庭都不過啦 因為你去到法庭 法官問 那由法官給保釋 不如你自己給吧 那現在當然啦 隔了一輪又要去轉擔保了這樣啦 Police bail啦 那麼呢 第四個在基礎拉的都保釋了啦 第五個 就是朱恩浩 是不是? 其中一個是廖偉蓮 好像是這位啦 是好不是好啦? 他曾經同日在 我在Facebook看到的寫了一個貼文引用 進擊一個人的名字 貼文中還自己避暴了一個心理準備 一切未算太突然 並指自己上一刻怎麼運氣呢? 要是可以戰大家面 未出一句道別的話都未寫下這樣 那就是這些 你看到這些 上一代的這些 年紀大這些呢 因為有時候先走那些 聲音都不聲去了 還假裝在香港那些 有些慚愧的 就是看年輕一代 希望是在這一代的 太過為自己安危著想 太過什麼的 是不是? 就是太過窩囊的人 太多了 是不是? 欺世道明 在這裏 幸好我們見到的 今次真的沒有令我失望 我讀幾句 廖偉鴻說的 他是棄言一個伙伴 好像茶兵團那樣 人越來越少 這個真是可惜 有時候真是可惜 很唏噓的 腦袋都不是太正常 個個都 但是又不敢後悔 我們坦然無悔的選擇 有多可不讓人笑啊? 你不讓那些明嘴笑 沒前途 有案底 被國安拉過 下半生可能是很坎坷 是不是? 只能夠做基層 牽涉這些東西 無悔 那就行了 讚完這些年輕一代了 是不是? 眾志 林朗賢 李啟晴 朱恩浩 廖偉廉等 大家記住這些名字 保持關注 是不是? 官方說的 國安處宣稱被捕人是透過營運公司 社交平和手機程式 從中收取資金 支援流亡的香港人 就是這麼多了 我就和大家分析一下法律上 我都叫做有留意 我的了解 如果真的都不等於有犯法的東西 因為現在還沒有任何法律 是不是? 和你要證明 這可能中間過程甚為困難 從他們來講 不等於他們沒事的 也都不要以為是好心 是不是? 做人寬鬆的 它不是 不過現在的確 你說不是什麼都告 什麼都告得入的 這個是錯覺來的 心敲為錯覺 現在近來的法庭 正經了很多 是不是?法律是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清楚法律 國安的人都要看清楚法律 如果你的法律是不夠的 它會小心一些 是不是? 或者你去到法庭 你去到那個官員一定給保釋 那麼你不如自己給吧 就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他們的好心 不是後面這些抓人的好心 他知道自己不對 沒有足夠證據 整件事大約 你說以前也有 我們剛剛 阿傑斯 試過啦 都是資助台灣流亡的學生 勇武者 籌錢 這樣 還有位阮民安在獄中 沒有給他保釋 阿傑斯都沒有 是不是? 那麼 審訊過程也都告他什麼呢? 告他洗黑錢 現在只能夠用這條罪去套入類似的行為 但是 情況是大有分別的 就是林朗賢這個情況 我想 事前他 想過好 沒想過好 我想他不會想太多事情 但是事實上有分別 為什麼有分別呢? 因為洗黑錢其實是不對的 有些勉強的 就是說你的錢是不法用途的 得利的 首先過程是不法用途的 然後你把錢變成自己的錢 洗黑錢的意思 我們聽到最多就是去賭場那裡 進去的時候拿一塊錢 那塊錢是黑錢來的 出來就變成籌碼 是不是? 最終有輸有贏 撈亂了 好像洗機洗東西那樣 洗過之後就變成正常的錢了 變成你追不到他一個犯罪的過程 諸如此類 其實你不認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證明那些錢是黑錢 如果是捐錢的人 那塊錢不是一種黑錢來的 就是那塊錢如果拿去資助一些流亡在外面的人 也都很難說 那些人是不是犯了法 因為你沒有法庭的判決 所以有很多技術的問題 但是我不想再提其他那些案了 因為你不如承認了 承認了就行了 那塊錢是黑錢 你也承認了 是不是? 誰知道 那塊錢我不會幫你查 你承認 當你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罰款拿出來 判監 是不是? 那些事情已經成為過去了 但是每一件案都是獨立體的 那現在我就問了 這件案是不是洗黑錢呢? 沒有說過洗黑錢了 宣稱被捕人 透過營運 社交 收資金 支援流亡海外的人 那如果他要證明呢 是不是? 要證明呢 他們是 第一要證明是在支援 支援他們 還要支援他們 不是生活費 我另一條片 葉劉都說了 我也留意到湯家驊那些 支援人家的生活費是沒有問題的 不能夠說是有問題的 你是支援他們的所謂違反國安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去外國遊說和國安 總之是針對你的政權 以前是很正常的活動 現在就說不行了 總之是要證明你政權的穩定 當你違反國安法裏面 像顛覆還是煽惑 總之就是不行了 我當那個行為不行 但是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是賺了錢 他們不是籌錢 他們是正常賣東西 有個生意 生意賺了錢了 這個生意為什麼是給很多人賺多了呢? 因為他們是黃店 很多人見到你 又是眾志 我不知道你怎樣也好 我當你是繼續在香港搞事 或者你知錯不知錯 沒有人問這件事情 我光顧你 我光顧你 光顧你買東西 我相信都是合理的 不是特別貴 諸如此類都是合理的 不過反正買東西我就光顧你 是不是? 很多時候我們光顧黃店的意思都是這樣 我反正要吃飯 我光顧大家高興 是不是? 一個這樣的心理狀態而已 這樣跟你犯法是兩回事 兩回事來的 就是我政治的立場 我是喜歡光顧黃店那怎麼辦? 這個是政治的立場 但是政治的立場這個是我的自由來的 人可以有權利 有思想自由 有政治取向的自由 是不是? 我喜歡民主派這樣行不行? 是不是? 大了嗎?你國安法 不是的嘛 你那幫人 是不是? 整天想說話語權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講成一件很邪惡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這些年輕人都搞清楚的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的過程並沒有說收一些捐款 你當有人捐錢給我 你捐錢給我 我去資助那裡 這個過程變成那個你當是犯法 顛負國家 你給錢我又犯法 我中間的人去資助那些又犯法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過程 你證明這個過程 純粹是我有錢 是不是? 你不要理我那些人做生意回來的 還是我的退休金啊 是不是? 我打政府那份退休金大了 是不是? 那我是反正 或者我賺錢容易 那我錢多了 羅冠聰 我欣賞他 捐一些給他 如果他沒有告訴我 他是拿來怎麼用的 我也沒有理會他怎麼用的 你多些錢 你自然有東西用得著的 沒有分不清的 那這個過程你怎麼證明他是牽涉在那個 羅冠聰那個國安那個犯法的過程 羅冠聰是不是犯法都有問題呢? 還沒有審過的 是不是? 那也沒有一條法例呢? 就說呢 嫌疑的國安人你都不可以給錢給他 他家人給錢給他 行不行? 這些全部的問題 葉劉淑儀在另一條片我會介紹 他都說這樣就沒問題的 是不是? 你以為文革嗎? 是不是? 可能還有很多人 處於文革的思維 共產黨肯定還是 當他想的時候 香港始終不是 是不是? 所以香港的官 你都要給個清楚的理據 究竟是什麼事情 現在呢? 就是看 現在我看到這麼多事情了 我是有間網上的公司買賣東西的 是不是? 如果他那個一般營運還是正常的 自己有 又不是特別的 是不是? 不是賣一隻碗 幾千塊買一隻雅碗 然後那些錢就拿去製造 沒有這些東西的 正常 不過自己人 我喜歡光顧你而已 賺了錢 那他錢多了 是他自己賺回來的錢嘛 這些年輕人 我們的兄弟流亡 需要錢用 也不要管別人 我如果覺得他沒有錢用 我給他錢 不能夠說有問題的 可能證明他不是拿錢來用的 不是日常生活 不是讀書的 拿來去搞 搞什麼呢? 他現在都不外乎做一些遊說工作 他周圍去見人而已 那些是trouffling expenses 好了 我說這麼久 可能你覺得那就是了 你當是了 但是法庭不可以這麼看的 你要清清楚楚 羅冠聰在做一些違反國安的事情 那只是郵稅去見人 不能夠說是的 我去見外國 那你民建聯也去見領事外交 見得最多人是王毅 見得最多是外國人的 是不是? 就是你的工作 是不是? 那些官員你都要見人的 本身不是構成什麼的 總之證明了很多事情 但是都是羅冠聰的事情 和他們呢 我只是給他一些錢 朋友 我說你沒有錢用 我給你一些 反而這個事件是教訓了大家 所有你要支援這些海外的人 很清楚 你問一聲他 不夠錢用嗎? 我有些閒錢給你多少 就算了 不要問他怎麼用 信你了 是不是? 我們也知道有些網媒是收錢幫這個幫那個 很多事情說給你聽 但是下次如果你捐錢給他 我不用你問我那麼多 總之支持你了 做網媒了 是不是? 批剪你了 那就乾乾淨淨 中間也都不牽涉其他這些事情 你說不是啦 看起來就一定是複雜些 我知道都是複雜些 不過法律就還法律了 政治就還政治嘛 你要把一個政治上高 你不高興的東西都套入在法律裡面 那你要清清楚楚 在法律裡面找到一個因 找一個果 找到一個過程出來 找到一個適當的法律語言 這個我剛才講過了 這個不是洗黑錢 因為你不是籌錢 他們甚至不是籌錢 而籌錢的過程都不等於洗黑錢的 洗黑錢是要有個犯罪的意圖 還有那些是不乾淨的錢 那現在一般人的錢沒有不乾淨的 我的錢我賺回來 我喜歡給他而已 沒有法律說我給錢人是不行的 是不是? 對 你說你明知道他在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就違反國安影響國家的利益 那你都幫他 那你就可以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如此 你要證明他們知道 有心串謀 我相信是困難了 你說你幫著他講話而已 不是的 很簡單 如果證據是有的 國安肯給他們保釋嗎?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是沒有了的 所以現在幾位年輕人 希望我們主觀 希望他們沒有大的事情 是會繼續被人騷擾的 是不是? 懷迫其罪 這些不敷無罪 是不是? 因為你支持民主 你就變了有罪 現在香港是這樣的 是不是? 很多人 我們明明平日做的事情 做了一輩子的事情 或者我支持人 幫助人 他爭民主 我幫助他 行不行? 現在你看 寫文年 戶口被人取消 為什麼? 在街上籌錢 你去支持他 抓的 但是說不出他抓他 什麼理由?什麼事? 是小動作 純粹是打壓人的小動作 香港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白色恐怖 這件事基本上的本質都是白色恐怖 現在國安處就為了要製造這個恐慌 製造這個壓力給所有人 還沒搞清楚這個法律 如果你搞清楚 你告訴我 你解釋出來 你公開解釋 是不是? 說不了的 讀多一次 國安處宣稱被捕的人 是透過營運公司 停運公司不是犯法 社交平台 手機程式都不是犯法 從中收取資金都不是犯法 支援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支援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犯什麼法? 其實你聽不清楚 是不是? 怎麼支援? 什麼情況之下支援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犯法? 我們繼續關注這件事 好 謝謝大家 法律討論而已 我現在在說 歡迎國安處 是不是? 你懂國安法律的所謂專家 寫一篇文也好 拍一條片也好 回應一下我說的話 我所識有限 我只有三個法律委員 不是認識所有法律的 大家交流一下 謝謝大家